算是充分的到位了 软化透了 理解个词 透透的透 软化透 稀有顺略的话 如果你没有软化透 那它烫出来 它的卷是偏柔的 它是放大的 它是不够弹的 能理解扣一个6 拿一瓶快点水给我 软化石加护里 会不会出现假性软化 6度以上受损 都不会出现假性软化 或者是说 5度以上受损 都不会出现假性软化 软化测试仪不准吗 准啊 但是呢 不是每一个老铁 都会相信软化测试仪 不是每一个老铁 都会花300多块钱 去相信一个 这个小盒子 小仪器 因为很多老铁 我还是想 我不管 我烫个头发 我是300 500 但是要我多花 两三百块钱 买个切实仪 我就不相信 或者是说 我压根就不相信 是美发人 所卖的东西 测试仪需要98% 测试仪需要98%以上 拉多少根测试软化 拉5根以上 5根以上 越细的头发 越细的头发 记住 不要拉一根 那拉一根 那能拉长三倍 这不算 这一根 它是误 它是有什么 有误差的 一根 如果你看拉长的比例 那就扯淡 一根 一根就不能看 拉长的比例 5根以上 因为一根 一软化到 五六十 它就能拉长 软化到 六七十 它拉起来 特别柔软 软化到 80% 这个头发 拉起来 不知道有多柔软 所以说 如果你拉一根 两根的话 你是肌肤没有阻力的 因为它的阻力太轻了 所以你的软化 测不标准 五根以上 粗的头发 五六根 细的 八九根 十根 越细的 你用的根数越多 越粗的 用的根数越少 我本身就有个测试 也一直没有用过 因为你不相信它 你一直认为 你的手 会比机器准确 我试想一下 问一下你们 兄弟们 你一个买一个测温仪 你们加温 用不用测温仪 你们加温的时候 到底是用测温仪 还是用手摸 就是 你想加到 110还是120 你到底是用手摸 还是用测温仪 一样的嘛 软化 你用手拉 和用测试仪 是不一样的 测试仪给到你的数据 你手拉 拉的是一个感觉 你手拉 你只能拉出来 差不多了 差一点点 可以了 还差一点点 你手拉 你会经常发现 哎呀 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 沖水了 经常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会产生恐慌 没有人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就像你闭着眼睛走路 走到前面 你就以为前面就是干嘛 到了 打笔录 你看到前面要走100米 走100米 你不知道100米是多少步的情况下 前面 100米以外就是一个 一条河 然后没有栏杆的情况下 你走30米 你闭着眼睛走 你走30米 你就会停止了 你就会不敢走了 所以说手拉软化 多数同学 都是软化不到位的 或者是说 多数同学 烫出来的头发 有时候卷度都偏低的 还有 有时候 你受损头发 手拉软化 很多时候烫出来都焦了 受损头发 它的软化是不一样的 拉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粗的和细的 拉起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干的和油的 多的和少的 是不是 毛躁的和顺直的 它拉起来的感觉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 经验 我觉得肯定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一方面 要参考 但是我觉得 用到软化检测仪 用到软化检测仪 也是非常关键的 特色仪 这里没有宾馆 没有 下面小黄 软车友大家点进去看一下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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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